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eep的UI 今天是第20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谈出sheet视图 咱们想想 咱们在使用APP 或者说咱们开发APP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需求 需要让用户 在一个临时的画面中 输入一些验证信息 校验信息等等 这个是不应该放在咱们主窗体里面去做的 当然您的设计中 也可以放在主窗体去设计 但是如果您有一个 让APP能谈出一个临时窗体 让用户输入或者确认一些个临时信息的需求的话 我认为使用这个谈出sheet视图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今天呢就给您介绍一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谈出新的窗体视图sheet 好不好 这个有点不好听 往下看啊 今天咱们的代码部分是这样 我呢 代码部分呢 给您准备了一共两个视图 一个视图呢 用于谈出 一个呢 是咱们主视图窗体 好不好 上面这个pop view 这个是咱们谈出后的视图显示的内容 咱们先跳过 先往下看 看咱们整个窗体的主视图 这个主视图很简单 我一行一行的给您讲解哦 首先大家请看 程序入口窗体 有一个模板级状态布尔形的变量 它默认是false 这个变量叫做什么 大家请看 叫做show sheet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这个视图 我这个sheet表 要不要显示 如果这个变量是true 则显示这个sheet的视图 如果是false 则不显示 这个变量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咱们整个程序的代码中 都是围绕设置这个变量 来显示或隐藏这个sheet的视图的 好不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 接下来大家请看 在咱们主视图当中 我什么都没干 仅仅写了一个按钮 对吧 显示poppe双体 当按钮按下时 注意看 我把这个模板级的这个变量设备了true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你给我弹视图 对吧 OK 再往下看 这是设置一下按钮的字体 这没说的 然后这按钮的属性 就有一个叫做sheet方法 这sheet方法里面有一个叫做 is presented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咱们在这个地方 需要按照地址 传进去一个布尔值的变量 当它是true的时候 它就会激活content里面的内容 这个content里面的内容 是咱们上面定义的一个pop视图 也就是说 当咱们把sheet设成true的时候 就会弹出这个popview的视图 当变为false的时候 就不弹出 好不好 注意 这个地方都是按照地址传递 为什么 因为在sheet函数 方法的内部 是需要更改 这个show sheet的 同时 咱们popview中 也用到这个show sheet 在咱们的popview中 也要修改这个变量 所以说 两方都要按地址传递 再说一遍 这个地方 要加上一个dollar 好不好 其实就是一个数据绑定的概念 OK 咱们再看一下 咱们弹出视图 很简单 一上来 接收一个数据绑定的show sheet 没问题吧 因为咱们要改变它的值 对吧 而且还要传辉给副窗体 所以说 一定要用数据绑定的方式 接下来 接下来 咱们整个画面 是一个纵向布局 纵向布局的一上来 大家看这个位置 有这么一个按钮 当这个按钮按下的时候 就把这个模板机的show sheet 设为false 也就是说 关闭窗体 这个地方 我给您用了一个系统的小图标 关闭小图标 好不好 OK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布局设计的技巧 我也给您说一下 大家看 上面这块 这块是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显示一个X 对吧 当用户点击这个X的时候 咱们就把这个窗体关闭 然后 我把这个按钮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咱们弹出视图的右上角 怎么实现的右上角 咱们看 首先 我给这个按钮设设计的一个frame 宽高是多少 对吧 然后最小宽度是0 最大宽度 大家请看 是无限 也就是说 这个按钮的左站的区域会被拉长 然后我就设上了一个它的对齐方式 按照上右对齐 也就是说 它的最大宽度是无限大 也就是说屏幕宽度 然后它的对齐方式是右上对齐 那么这个按钮就会跑到屏幕的最右边 对吧 但是它还不在最上边 如何实现最上边呢 因为咱们 大家请看 咱们是Vstack的布局 对吧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设上一个spacer 意味着这个地方又是无限占空间 下面不管有什么 都会把上面这个按钮挤到屏幕的最上方 一会我给您跑例子 您会看到 OK 上面讲完了 咱们再往下看 这加个spacer 把这个按钮挤到最上方 然后我在这个spacer的下面 再写一个文本框 然后再写一个按钮 同时也实现 大家请看 关闭这个窗体 没问题吧 很简单 就是把收拾的声放锁 对吧 然后大家注意看 我在按钮的下面 又设上一个spacer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上面这个按钮 让这个放到这画面最上方 然后呢 下面这些个空间 放到画面的中央 用两个spacer呢 无限占空间 因为这两个spacer 它是同级的 所以说它们占的空间的高度 是一样的 这样咱们通过这一个 vstack布局 完成了什么效果呢 在画面的右上角 有一个关闭按钮 然后呢 在画面的正中间 显示一个文本框 显示一个按钮 然后呢 按钮点下后呢 可以关闭窗体 好不好 咱们空口无评 马上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 我再给您建一个 myapp 对吧 然后咱们注意要使用这个swiftUI的生命周期 点击放到我的桌面上 没有问题吧 这咱们例行公式啊 然后最大话 这个把它关掉 好 然后拷贝代码 如果您是这个工作中 那么您这个view 应该是建一个独立的文件 因为我是今天教学视频 所以说呢 我把它拷贝在一个文件当中 好不好 OK 因为是这样 这个 这个 iOS swiftUI的这个框架啊 它是允许您在不同的文件中 定义不同的类 不同的内容 然后呢 它又是全局可视 是能够看到的 只不过我前两天做一个这个widget 它是 好像是看不到 那个 必须得放到一个文件当中 是不是它的bug 还是什么 这个我以后 给您做widget的时候 再给您介绍 那个 那个相应的问题啊 好 咱们拷贝完之后 然后我编译一下 按口帽的加币 应该是不会报错 然后咱们选择 我一般最用的八家 因为现在市场上 八家还是相对比较普及吧 OK 然后咱们口帽的加二键 运行起来看效果哦 出来了 咱们看一下效果吧 我呢 这这套视频呢 先给您介绍 基本的空间的使用 然后再给您介绍 如何连云服务 连服务器啊 都会讲到 因为是第一次运行 所以说需要安装 这APP稍微有一点慢 安装加启动 包括一些初始的设置 OK 起来 大家请看 在咱们显示的主窗体 是这个位置 对不对 咱们有一个按钮 同时这个地方显示 如果按下这个按钮 时候呢 会把收视的设成处 那么咱们点击试一试啊 这样呢 大家请看 会弹出一个临时用的 用户确认用的窗体 好不好 显示一些一个临时信息啊 甚至显示一些广告都可以 对不对 OK 在咱们PopeView里面 大家请看 有一个按钮 它呢 宽度是最大宽 无限宽 同时呢 右上对齐 大家请看 是不是上来了 在右上角有一个按钮 对吧 然后呢 两个Spacer 把空间拉到最大 然后呢 在中间呢 写上一个文本框 再加上一个按钮 对吧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是不是中间吧 对吧 OK 咱们完成了画面布局 然后呢 当我点击 右上角这个按钮的时候 关闭嘛 对吧 它会把这个show sheet 设成false 那么这个窗体 应该会关闭 试一下 哎 关上了吧 没骗人啊 然后咱们再打开 再点击这个关闭窗体 看看是不是能关闭 哎 没有问题 您就可以用这个技术 哪怕 这个给用户显示一些广告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一般是什么吧 显示用户真正信息 比如说用户登录注册了 然后一点击这个手机这个验证码发送 然后您就会弹出这么个窗体 然后呢 等待用户输入验证码 看用户注册手机是否正确 哎 就可以用到简单的相应的这个技术 我认为也是非常的不错 在您编写APP当中呢 这都是一些小小的知识点 您呢 应该要知道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给您分享的 如何弹出sheet 试图的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希望对您理解Suite UI呢 有所帮助 今天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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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